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布闪死导师 令人错愕 声明写道死者 第二届新歌声比赛的落幕 六年二班全铁学员正式毕业 而我这个导师 是时候要休息一下了 并强调一直以来 始终怀着微华语乐坛 挖掘心绪的热忱 经过六年越来越深刻意识 道音乐是公平的 但透过残酷的竞技赛制 或许是节目的至胜法宝 每次选择时 内心总是饱受煎熬 心力交瘁 因此决定求去 辞去导师纵然不舍 那应也表示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江湖再会 粉丝也 不舍留言那件辛苦 好好些些 你在或不在 我们都在 尊重选择因为我们爱你 也有粉丝期待那应在辞去导师后 能尽快筹备全新个人巡演 那应 陈一讯 中国好声音金牌制作性丑闻 好莱坞丑陋前规则 近百年内停歇 有人或许以为好莱坞的潜规则 Casting Touch 或肉体交易 造成历史 但这一周来的丑闻 却让人大开眼界 从挺身控诉这名制作人 温斯坦性骚扰的名单 越来越长 显示这项由来已久的陋西 如今依然存在 第一个震撼好莱坞的丑闻 是1921年协清肥 交往两年 刚开始爱德兰才15岁 弗林1942年被控强暴 为成年少女 也获判无罪 女星穷考林斯 Jone Collins 说她是进好莱坞打骗埃及艳后落选 是因为她不肯和片场老板上床 她说 我为该片两度视镜 最被看好 她把我带进办公室 对我说 你真的想要这角色 我回答 我真的想演 她说 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对我 穷考林斯说她无法办到 流着泪夺门而出 改变女主角最终被伊丽莎白泰勒 国名甜心秀兰邓波尔 Shoney Temple 在回忆录童星中指称 一向已冒险性的肉体交易恶名 招张的一位米高梅 MGM制片 1940年初次见她时 就拉开裤子拉链 向她显露兴气 当时她才12岁 性感巨星玛丽莲梦露 Mary Lynn Monroe 对色域熏心的片场老板 和制片更不陌生 她在回忆录《我的故事》中直言 你从他们眼中看到的好莱坞 就像人挤人的机缘 是个旋转木马 围绕着为种马准备的床 绿野仙宗女星朱蒂加伦 Judy Galland 也是前规则受害者 为她坐船的作者克拉基指出 她在16岁至20岁 屡屡被米高梅片唱高层 身捡猪手或求欢 其中最恶名昭彰的是 米高梅电影公司创始人 之一路易 梅耶 克拉基写道 梅耶称赞加伦的歌声 唱自内心 同时把她的手伸向她的左胸 帮助